排水量6.4万吨的大河级是世界上最大最强的战略舰 也是二战日本海军的绝对主力 跟它比起来美军最强战略舰阿华级的火力和防护均不占优 恐怕不是对手 不过美军也从未想过用阿华级正面对抗大河 因为他们给大河级安排了一个命中克星蒙大拿级战略舰 本期老亨特就来跟大家聊聊这艘超级战舰 其实早在1938年大河级一号舰大河号还未下水时 美军就开始了建设蒙大拿级的规划 因为美国海军注意到日本正在着手建造一种超级战略舰 与美国海军打海上决战 此时虽然有一阿华级战略舰的建造计划 但看日本搞这么大阵仗 美军不禁怀一阿华级是否能与日本超级战略舰抗衡 于是为了不落后于日军 美军立即启动了下一代战略舰的建造计划 不过当时的美军缺乏大河级的详细资料 无法说服国会老爷们造这么大的军舰 于是蒙大拿级的最初设计 仍维持与一阿华级类似的4.5万吨 这让海军十分的忧虑 好在经过战略舰设计委员会评估后 将蒙大拿级的吨位限制逐渐放宽 1940年美国海军在双洋海军计划中 批准了新一代战略舰的建造计划 并且于1941年通过相关预算案 这便是蒙大拿级战略舰 该级的5艘战舰编号被编为BB-67至BB-71 蒙大拿级是美国海军设计的最大的战略舰 在此之前 为了能让军舰通过巴纳马运河 以便于在大西洋和太平洋之间调动 美军给大部分战舰都设置了 舰宽不得超过33米的限制 比如一阿华级战略舰就遵守了这项规定 因此军舰造型显得十分修长 但作为美军的中级战略舰 海军决定不再对蒙大拿级的体型进行限制 因此在射击案中 蒙大拿级被设计成长281.9米 宽37米 标准排水6.4万吨 满载排水量7万吨的巨舰 蒙大拿级的设计重点是强化火力 在设计之初 总委会曾提出安装457毫米MK1型舰炮的方案 但出于射程火力密度排水量等方面的考虑 最后决定继续装备406毫米的MK7舰炮 不同的是 蒙大拿级装备了4座三连装主炮 一共12门 前后各两座主炮塔 这个火力配置高于同时期的德国的比斯麦级 日本的大河级和英国的乔治武士国王级 蒙大拿级的副炮采用了10座双连装 127毫米54倍径高频两用炮 该炮的炮弹重量出速射程射高 都比伊亚华级的127毫米38倍径炮有了很大的提高 既然要打战舰决战 那么除了火力之外 强大防护能力也是必不可少的 蒙大拿级的防护能力是美国战略舰历史上最强的 在垂直方向的防御上 该舰装备了409毫米厚的装甲 最下段削薄到259毫米 呈19度倾斜 材质为表面硬化装甲 总体来看 侧面防护效果相当于533毫米厚的垂直装甲 装甲最后的部位是主炮防护 战舰炮塔正面装甲为457毫米加114毫米的STS 侧面和背面分别厚254毫米和305毫米 与同吨级战列舰比较的话 大河级的侧弦更厚 蒙大拿级的水平更厚 但差距都不是很大 水下防护方面 防雷与防水重弹很难兼顾 大河偏向防水重弹 防雷就受影响 蒙大拿侧重防雷 导致防水重弹能力不佳 总的来看 两种战舰的防护水平相当 蒙大拿级计划装备 8台8位公司的双气鼓快燃锅炉 和4具西屋蒸汽涡轮机 功率17.2万匹 与之前的战列舰相比 蒙大拿级外形更大 装甲更厚 火力更强 被誉为是美国海军强调火力和防护性能的巅峰之作 但其最大航速只有28节 与南达科他级和北卡罗乃纳级相当 低于伊阿华级的33节 不过考虑到大河级的最高速度只有27节 因此蒙大拿级的速度还是够用的 视频的中间老亨特希望大家能多多支持 你的一个赞和转发都是我做视频的动力 在这里老亨特祝您身体健康 好了咱们继续回到正题 既然是专门为对付大河而生 那么蒙大拿级能否达到美军的期望呢 很可惜的是 我们无法看到蒙大拿级和大河级 进行激烈的海上对决了 因为蒙大拿级一艘都没有造出来 美军原计划建造5艘战列舰 到40年代末拥有17艘战列舰 但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 美军需要建造大量的航空母舰 大量的两栖登陆舰和反潜舰 这让蒙大拿级的建造计划一直延期 而随着美国海军转向以航母为核心 战列舰昔日的海上霸主地位被完全取代 于是蒙大拿级这个战列舰霸主 也随即被取消建造 不信的话去看看日本的两艘最大战列舰 大河号和武藏号 1942年武藏号竣攻 1944年参加莱特湾海战 在西部沿海遭到美军舰载机攻击 被19枚鱼雷和17枚炸弹击中后沉没 从没击沉过任何大型军舰 战绩基本为零 1941年大河号竣攻 很快就成为日本联合舰队的旗舰 但从头到尾就只是管管运输 给海军阵阵场资 中途岛海战南云中一的航母编队全军覆没 跟在后面的大河号完全没有与美军交战的能力 只能掉头开溜 1945年冲绳岛战役期间 大河号参加了自杀性的菊水特攻 半路被美军的快速航母特遣舰队击沉了 战绩也基本为零 这美军一看造这么猛的战略舰有什么用 没有制空权还不是给人家当靶子 不如留着钱去造航母 就这样首艘蒙大拿号还没有铺设龙骨 战略舰计划就被取消了 已建成了四艘一阿华级 成为了美国海军的最后一代战略舰 由于没有成品 我们也只能从纸面数据上 来比较蒙大拿级和大河级谁更强了 以唯一对决的话 两种战略舰都是标准排水量6.4万吨 满载7万吨的巨舰 贴心相差不大 火力方面 大河级的主炮口径更大 单发威力高于蒙大拿级 但蒙大拿级的主炮数量更多 而且MK7舰炮射速高于大河级主炮 因此火力密度更大 装甲方面我们前面说过 两种战舰的防护水平相当 大河级的主炮 大概率能打穿蒙大拿级的装甲 但蒙大拿级的舰炮配合大精度插件 杀伤力同样不容小觑 特别是发射1.2吨重的背帽穿甲弹 能在18.3公里距离击穿508毫米的装甲 即使是大河级 其侧面装甲也无法抵抗 既然双方装甲都防不住对方主炮 那么真打起来 显示射速更快 火力密度更大的蒙大拿级优势更大 假如放到舰队中作战 蒙大拿级的战力更是远超大河级 为了让蒙大拿级有较高的命中率 和强大的夜战能力 美军计划给战舰安装新型雷达火控系统 其雷达在各方面都要比大河级的雷达好得多 再加上它强劲的火力 就可以在战时发挥出较高的实战效能 除了主炮和副炮外 蒙大拿级还安装了19座四连装的40毫米高射炮 和45座单连装20毫米高射机枪 防空能力十分强大 因此在协同舰队作战的能力上 大河级是远不如蒙大拿级的 从何看下来 假如蒙大拿级完工的话 完全有实力击败大河级 拿下世界最强战略剑的称号 可惜历史没有如果 蒙大拿级这种超级战舰 最终随着战略剑时代的落幕 消失在了历史的长河中 好了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感谢大家的支持 咱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